这个老娘们伺候老头一辈子 现在终于迎来大反转 庄嫂的更年期似乎还没有过去 大庄一句话没说好 庄嫂就能哭唱半天 这次买错了酱 庄嫂更是感觉 大庄没拿自己的话当回事 之前那个在老婆面前 邀我喝溜的大庄 现在被整得没一点脾气 为了不惹庄嫂生气 大庄连忙答应 立刻去换一包绿带子的酱 看到大庄在庄嫂面前 大气都不敢喘的样子 文理不由得感叹 那大庄才叫温柔呢 对你可是百依百顺的 真是一个好 那都是庄的 要不他咋姓庄呢 回到家 文理和同志一边打牌 一边聊起庄嫂的事 同志突然想到 庄嫂会不会生病了 准备改天跟大庄说说 带庄嫂去医院检查一下 文理却觉得都怪大庄年轻时候 太缺德 庄嫂心里不舒服 现在就算闹腾 也是风水轮流转 两人正闲聊着 电话突然响起 文理和同志匆忙赶到医院 庄嫂正在抢救 大庄在门口急得团团转 医生说庄嫂是急性脑出血 需要马上住院治疗 大庄听到后差点没晕过去 关键时刻才能看出 兄弟感情有多铁 同志跟文理商量 决定取出给儿子买房的钱 帮庄嫂交住院费 考虑到大庄状态不佳 同志就拉着大庄 让她先回家休息 文理则留在医院照顾庄嫂 庄嫂这次福达命大 抢救过来了 但是却成了偏贪 嘴也歪了 话也说不了 庄嫂吃不下 喝不下 就想见见大庄 大庄推门进来后 庄嫂的眼泪立刻流了下来 看到相守半辈子的老伴 如今成了这副模样 大庄心里一阵后悔 如果能早一点发现 庄嫂有高血压 早一点看医生 也不会是现在这样 大庄十分难过 年轻那会儿 总觉得自己挣钱养活这个家 自己就是家里的擒天柱 他老了老了 我才发现 支撑这个家的擒天柱 一贯不正经的大庄 此刻却像个无助的孩子 失声痛哭 也许这就是爱情最美的样子 性丝白发 风雨同济 这个老太婆半身不随 闺蜜建议请个保姆 可她却怎么都不愿意 原来是怕自家老头子 惦记上人小姑娘 别看庄嫂和大庄 年轻时候不怎么样 临老了 感情却好得不得了 文丽都羡慕了 庄嫂却还是不放心大庄 等我死了 我再让别人进我家门 咱找个男保姆行不行 那老头子不进电地的小姑娘 那咱就不行找帅小伙 伺候咱呢 这俩老姐妹年轻那会儿总是互相看不顺眼 庄嫂极度文丽长得漂亮 还有老公宠着 文丽觉得庄嫂没文化 整个一农民意识 为此两人不知道闹过多少次 没想到老了老了 却成了好朋友 如今的文丽其实挺羡慕庄嫂的 不光把丈夫收拾得服服帖帖 还把儿子教育得那么优秀 我这辈子见到的最不容易的女人啊 就是老姐姐你了 你可是我的偶像哦 庄嫂要强了一辈子 如今虽然生病 也依旧不改本性 每天坚持锻炼 她还要等身体好了 继续照顾大庄 文丽扶着庄嫂在前面练习走路 同志和大庄跟在后面 边聊边抬头看一眼前面 四个老人缓缓的身影 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大庄和同志闲聊 想想大庄年轻那会儿 多风流啊 大姑娘小媳妇 凡事从眼前过的都得招惹一下 老了老了 反倒一恋起老伴 其实大庄早已看透 庄嫂的情况越来越好 走路比之前力所多了 几个老人都很高兴 经过长时间锻炼 庄嫂终于可以脱离拐杖了 一个平常的午后 庄嫂和大庄打起了扑克 庄嫂突然把牌一扔 原来大庄故意逗庄嫂 没想到庄嫂眼睛还挺好使的 一下子就发现了 这时庄嫂提出要上厕所 大庄连忙扶起庄嫂 边笑边向厕所走去 可是走到门口 庄嫂却不让大庄进去 大庄关上了门 没想到这次转身 却成了他心中永久的悔恨 卫生间里突然传来异响 男人顿感大事不妙 推门一看 老伴竟倒在地上 不省人事 都怪我呀 都怪我呀 我怎么会让他一个人上厕所 我老糊涂 我真是个老糊涂 然而庄嫂这次没那么好运 最终因抢救无效 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医生宣布后 大庄顿时浑身贪软 好在被同志扶住了 临别最后一眼 看着白布下的庄嫂 大庄心痛到了极点 大庄抱着庄嫂哭得死去活来 庄嫂却再也听不到老伴的呼唤 再也没办法说上一句 你打疼我了 没有了庄嫂 大庄一下子老了十岁 看到这里才明白过来 原来最美的爱情 不是轰轰烈烈 生死不休 而是能够相伴到老 不离不弃 庄嫂离开后 大庄整日后悔 老祖宗有个说法 就是人快不行的时候 就总想跟亲人吵一吵 闹一闹 这叫不留念想 省得走了以后 亲人们伤心 可是自己那会儿 怎么就没看出来 还嫌老婆没事找事 你说 你咋这么糊涂 别测怪自己的 你带书真的好 他心里都明白 我对他杂样 我心里有数 我真想让他再骂我几句 怎么说没他就没了呢 庄嫂的去世 对文丽两口子冲击也不小 两人终于感受到 相守到老的难能可贵 同志紧紧握住文丽的手 心里感到无比踏实 一年后 大庄也从悲动中走了出来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美美的开导 亲眼见证了老友的孤单 同志劝大庄考虑一下美美 当年大庄娶了庄嫂 付了美美 一致美美终生未嫁 如今两人要是能走到一起 相互做个伴 其实也不错 有时候啊 也动过这个念头 回来一想了 都这么大岁数 还折腾啥呀 大庄和美美最终还是没在一起 不知道是不想折腾的 还是放不下庄嫂 大庄成了孤家寡人 日子变得平淡无奇 然而没想到的是 儿子竟然悄悄为老头 准备了一个惊喜 而这一切还要从庄嫂生病说起 想要看好剧 记得点赞收藏 大猪蹄子 感谢您关注 欧阳借儿的一个惊喜 下车的一个惊喜